大家好,大家早安,阿彌陀佛 欢迎大家,欢迎外面的朋友和我的同步 平时我都算是这样,很少半夜起床 通常我11点之前就会睡觉 一睡到起码到5点,6点,6点就起床做早货 谁知道今早很奇怪,3点就会扎醒 我都不是很违疑,睡醒了 睡不着,起床了 收到我的侄子Natan寄过短信 他说,婆婆刚才走了 婆婆刚才走了,为什么会Natan寄短信给我的 我说,你现在在澳门? 他说,是的,我过来澳门 我在酒店住了7天,因为他们要隔离 刚刚才出来,赶到医院去见我婆婆 他说,幸好我在酒店里学会念阿彌陀佛 我去到我婆婆的床前,我念阿彌陀佛给他听 他二十多分钟,他就走了 他等着等着这个大孙去念阿彌陀佛 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早货呢,我们就把它改一改 每一段,我们就请陈老师带领我们念心经 和我们念佛 我现在才想起,我在面书上看到Natan寄短信 当时我真的不回忆,为什么他突然等着这个大孙去念 他等着这个大孙去念阿彌陀佛 他拿着一个饭盒 我还觉得,这个年轻人大鱼大肉 为什么这个饭盒只有白饭和一些菜 他在上面写了,用英文写 那我就看看,咦,这个是食传五官 食传五官,意思就是他在这个酒店里面 可能他吃素了,我不太清楚 他为了准备和婆婆送行 他每一天都做回我们佛弟子的工作 这个我的侄子,他是受过鸡鱼师傅的 这个鸡鱼和五戒的,你们看过 就是当年我爸爸在2月3月的时候 我带骨灰去到妈妈的时候 师傅和他受戒的 好了,那我顺便给大家看看 看什么叫食传五官 可能我们这些所谓的佛弟子 都不知道什么叫食传五官 他是一个官来的,一个修行来的 他说,计功多少类比来处 其实他不是只是说食的 不是说食口食的 鱼师傅曾经用过食字 食有很多种的 最后我们是叫做禅食 每一样东西,每一样好东西 入到我们身体 我们都要想一想 计功多少量比来处 这个给我们的好处 给我们的资量 无论它是身体的资量 或者我们精神的资量 或者是这个法食 或者是不吃 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 究竟是哪里来的 做子女的妈妈 旺生了 你每一次吃饭 你都要问一下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 来吃这个饭 为什么会有这个饭在我面前 你第一件要想到的就是 计功多少量比来处 第二句 这个字我不是很懂的 我读到哪里 出己得亨 全缺应功 看完之后 你知道这些食 无论是粮食也好 法食也好 蟬食也好 在哪里来之后 你就要问一下自己 我受不受得起 做子女的 问一下自己 妈妈这样照顾自己一生 我受不受得起 第三句 防心难过 贪等为终 这个贪字 就说我们贪忧 在佛陀教训 我们每一件事 过去 我们就要放下 就算是妈妈往生了 生老病死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法则 我们有伤心的时候 有概念的时候 最后我们都要做到放下 你不放下 你这个贪心起了 不是贪惧的贪 而是你拿着 把以前的缘 不放下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的烦恼 正是良药 为了而古 我们所有吃的东西 都是为了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有目的的 这个身体是我们修行的 为成度业 故受此食 我们每一件事 在这个世界 甚至爸爸妈妈 妈妈给这个身体 都是为了修行 我们不想辜负妈妈 现在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要争取时间 去修行 好 我们现在先请陈老师 带领我们念心经 在这个 或者我们未念心经之前 我们请陈老师 念一念这个 《四无黄缘》 因为《四无黄缘》 这个也好 我现在立刻上网 《四无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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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陈老师念这四句是很有意义的 尤其是今天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很容易在亲人离去的时候 就跌了一个心谷 我们以为这个就叫做孝顺 这个不是我空口讲白话的 这个是我爸爸在月往生了 我外母去年往生了 我都是保持着这个正念 这个四句众生无边世缘度 其实他想讲的就是佛陀讲的 这个是继如师傅的演绎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叫做四正题 如果你想知道佛陀教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由四正题开始 为什么我在这个所谓追思会 会讲这么多这些和法有关的呢 因为我们这个学会 我们 我旧母 我旧母 是我们其中一个学员 我们大家在这个曾经修行的 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和他的家人种一个佛的种子 如果你和你的婆婆和你的妈妈没有佛缘 他今世离开了你 你下世想见回他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和他结过佛缘 你下世见回他 这个机会就很大了 你认为今世做得不足的 做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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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做丈夫 你认为是做得不足的 你不要把你的心 等在悲哀那里 不要把你的心 等在你觉得好 对他不住 这个是帮他不住的 你不如将他的心 等在那个法 和他结过佛缘 那你将来有机会见回他的时候 你觉得今世是做得不好的 下世你就补回 是不是 你将你的悲哀化为植 这个能量 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爸爸临走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不要当我是你的儿子 你当我是你的师兄 我今世离是帮你 去到一个光明的地方 将来我们会再见的 如果你和你的婆婆 和你的妈妈是没有佛缘 你将来很难见回她 你和她结过佛缘 你见回她的机会就大了 到时的时候 你觉得今世做得不好的 下世步伐 这个众生无边 世愿度的意思就是这样 凡是我们和所有 有这个所谓有情众生 有佛缘的 我们都是大家帮忙的 每一世每一世 我们都大家帮忙 这个就是佛陀讲的苦了 我们来到这个三界六道的 其实所有的生活都是这个苦字 打转的 这个苦我们叫做八苦 前面那七苦 我以前说过是有物质有关的 就是生老病死 跟着我们另外那个苦 就是现在受的苦 就是爱别离了 你最爱那个人 他离开你了 跟着那个苦 我们叫求不得 你怎样用了方法 希望妈妈和婆婆留在你身边 多多一个小时 多多一分钟 都做不了了 这个叫求不得 另外你会发觉 有很多人在旁边 在这个时候 搞一些很多烦恼的东西出来 不应该做的 他就做足 这些又是苦了 我们叫做厌憎慧 但是这些都是物质的苦 所以众生的就是苦 另外一个苦 我们叫做 吴欽怨成 火焰山 是CO 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读 心经的 我们说的 吴魂的苦 所以众生无边 誓愿度 他就是佛陀说的 四圣体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所谓三界六道 是受的是苦 就算落 都是一个很斬断的落 最后都是苦 我们能够离开这个苦 我们就要明白 这个苦是在哪里来的 第二句就叫做 烦恼无尽誓愿断 这个就是四圣体的杂 什么叫做杂 就是我们的贪 亲 恥 很多人不明白 他以为是贪心 其实不是 他叫做贪忧 贪忧 做妈妈就最多这个父的了 他经常很想你们得到好的东西 好的东西 他永远不想离开你们 那个好的东西 他走了的时候 他就会担心 这个就是贪忧 甚至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 这个叫做奋怨 这个就是叫做烦恼 那那个药在哪里 药就在第三句 第三句 所以我们叫做负习 灭 灭 意思就是对付这三毒 这个贪亲痴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戒定为 既如法师说戒定为 是很简单一回事 戒就是做人要有宗旨 你不一定要信佛来守戒 戒是很简单的 你不要去杀生 不要去偷野 一夫一妻 不要去有邪淫 不要去用一些说话 去骗人 去哄人 最后 这个就难了 尤其是年轻的 现在很难做到的 就是吃一些药物 搞乱自己的心 这个就是五戒 这个和佛无关的 这个是做人的宗旨 佛陀说 既如师父说 你做人有宗旨 你旁边就有人出来帮你了 这些我们叫做善知识 什么叫定啊 定的意思就是你的心不要通到走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 那些不好的情绪带走去 在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可以和你隆天善神沟通了 这个时候你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 我们叫做 时运高了 做每一样东西 做每一样东西都顺利了 这个尤其是年轻人 你没有这个定力 你做事的时候 没有那么顺利的 我做过这么多年生意 我告诉你 我由失败做到成功 成功又做到失败 其实每一次 我一样是这么努力 每一次 我一样是这么聪明 争就争就争就争 有时候云的东西很有趣 他走衰运的时候就走衰运 衰运过了之后就叫做好云 这个云 是跟这个农天护法有关的 跟这个定力有关的 所以我们年轻人 创业一定要修定 这个定不是说 让我们舒缓自己的心 他是跟你在这个社会里面 做一个成功的人有关的 这个就叫做法 法患无量誓愿学 最后那个就叫做 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苦、贼、滅、道的道 你开始进入这个八正道 你开始进入到八正道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入流了 你不会退转了 这个就说了 迟些才说 我想趁这个机会 说一说这四句话 大家都一定听过的 既如师傅也将它演绎为我们最基本的佛教 苦、贼、滅、道 稍后你会在心经里面看到 我们用这个四弘 实缘和彩颜师兄结个缘 就算你不是佛教徒 你都希望跟你结个佛缘 结一个光明的缘 你将你所有的悲哀顿低 你能够结到这个缘 你第二世就可以见回它 到时你又可以做回你今世 做得不对的事 不要悲哀 不要分沉 不要掉下去这个 这个既如法师说的 躺平这个字 正面一点 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的现实 好了 现在我们请 陈老师带领我们念心经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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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心般若波罗密多事 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切苦压 舍利子 色不移空 空不移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色 亦复如是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真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色 无眼耳被舍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命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负责灭道 无止益 无得 已无所得 不故 普提沙多 已般若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跌盼 三世诗佛 已般若波罗密多故 得阿柳多罗三秒三毫提 故知波罗密多 师大神咒 师大明咒 师母上咒 师母等等咒 能取一切苦 真实不去 故说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约 绝帝绝帝 波罗绝帝 波罗针绝帝 菩提撒佛 南无阿弥陀佛 多谢大家 多谢圣老师 我每一次帮助老人家离开的时候 不是我真的有很多经验 就是少少经验 我都会做一件事 就是我会念心经给他听 而念心经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 这个心经是观世音菩萨的心经 这个版本 是观世音菩萨的版本 你拿着这本心经 就是你见观音菩萨的见面礼 记住一下 到时轮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记住这件事 你将你的助力等待呼吸也好 等待眼皮 好像昨天的光 等待眼皮 看到光 光前面有很多黑云 不要紧 看着光就可以了 心想着观音菩萨 手握着这本心经 到时的时候 你就将这个心经 做这个见面礼 为什么这个心经 和观音菩萨这么有缘呢 他不只是观自在菩萨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版本 他是在元庄法师 他去取西经 我们叫三藏和尚取西经的时候 经过一个寺院 在寺院里面 他发现原来寺院后面有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 他全身烂了 没有人理他 他悲心就起了 慈心就起了 他就去照顾这个老和尚 和他洗淨 和他出个药 然后他就离开 离开的时候 这个老和尚 给了一个梵魂的心经 给这个元庄法师 原来这个老和尚 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给了这个梵魂的心经 元庄法师 元庄法师 便将他录役 他的译法 和以前的译法 是不同的 他有三个不同 第一 他是短一点 他只有260个字 第二 他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写如是我闻的 因为这本心经 曾经观世音菩萨 讲过 是讲给射离子听的 是在当年 这个佛陀上了天讲经 射离子问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答他 后来 这个佛陀下来的时候 射离子又问佛陀 他说 观世音菩萨讲过 这件事对不对 佛陀说对 佛陀重新讲过 拨了进去 这个大般若经 所以 在元庄法师来的之前 这个心经 是有如是我闻的 因为他是阿难尊者 听佛陀口里面讲 记录下来的 当元庄法师 得到这个心经 他是在观世音菩萨 亲手给他的 所以他是没有如是我闻的 这是第二个分别 第三个分别 是元庄法师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逆经的时候 用观自在 而不是用观世音的 那你想想 为什么元庄法师 会把观音菩萨的名字 改造呢 其实他没有 他改过一次 他改过一次 我们一向都 叫观音菩萨 做观世音 但是他从西到中国的时候 他成为国师 皇帝就叫做李世文 那这个元庄法师就很聪明 他说不行 不可以用个细字 他就把他改成观音菩萨 就算了 民生救苦 那就算了 那为什么在心经里 又重新又改过 叫做观自在 其实如果你是用心经来做修行 你第一个字 你看到的 就应该是个观字 其他的字 没有这个观字那么重要 什么叫观 观 就是这个佛陀的独特的法门 观自己的身体 观自己的呼吸 观自己的心 在这个观的时候 我们叫做愚实观 不要让自己的情绪 营养致死 把这个情绪拼开 它 正是用自己的眼耳后的身 去观一样东西 所以观是这么重要的 如果你是修行的 你会看到第二个字 叫做观自在 观自在 就是我们说 修这个阿罗汉道 修自己的智慧 接着你会看到 再有三个字 叫做菩萨行 什么叫做菩萨行 既如师傅讲了你听 做这个菩萨道 它有内行和内行的分别 爱行 就是我们法师讲的四摄法 内行就是四无量心 然后再讲 另外一些字 一点都不容易听 但是你既然能够 够胆拿着这本心经 来做你的见面礼 你多多少少都要明白 多多少少都要明白 我们亦都趁我琴舞的恩怨 让我们再认识一下这个心经 琴舞今早三点钟往生 他没有那么快走的 他的身体走了 但是他的心灵还没走 他都是在我们的身边 他都在听着我们的说话 我们也要趁这个机会 跟他结果结果完 结果发完 说一说这个心经 你不用见得太多 你由这个无色 是故空中无色 无愁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星向你触发 只是解释一下这些是智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年轻人 就算不是年轻的 好多我今年的年纪 也有很多学问 你知道我们读书里面 有不同的读法 我们有叫physics 物理 有叫身体生理physiology 也有讲到这个神经neology 其实在这个心经里面 他讲无色星香味触发 讲的就是物理physics 色就是颜色 声就是声音 香就是被闻到的东西 味就是尝试到 触就是身体接触到 这些全部都是物理physics 无眼耳鼻舌身意 眼就接触到声音 耳鼻就是接触到这个声音 耳鼻就是接触到这个味 舌就是接触到这个臭 这个闻的味 这个尝试的味 身就接触到外面的环境 这个耳鼻就是你的大脑 然后他讲无意识界 无无明 这些太深 不用讲了 讲这个无复杂灭度 这些复杂灭度 正是我讲了 那我们回来讲这个所谓 物理 所谓这个 身体 身理 所谓这个 神经 这些东西 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完全消失了 这个你要接受的 你一定要接受的 这个身体 它会还回给这个宇宙 这些颜色 那些东西 它已经听不到了 受不了 它唯一 现在这个 奥琴舞可以收到的 是声音 它的耳根 都还在 还可以听到我们说话 但是你要接受这个现实 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离开你了 所以这个 我就是这样的 但是最后 他讲了一句 是很重要的 走回来这句 叫做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增 不减 这个就是 我们前几天说的真语 意思就是 虽然他的身体是离开 但是他的心灵还在 这个心灵不会走的 这个是很有科学根据的 不但这个真语 他无论他今世做得好也好 做得不好也好 做得不好也好 受了多少辛苦都不要紧 他是不增不减 不救不静 不生不灭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虽然你的婆婆走了 虽然你的妈妈走了 他走的是身体 而不是他的真语 他的真语是存在的 他在适当的环境 他因缘而生 他又会出现的 所以这个同俱成 这个佛圆是这样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去修行的 好了 那我讲完这里 我们就要差不多念经了 那在这里 我们也要讲一讲 采颜师兄的故事 讲一讲这个故事 这个人不得了的 因为我昨天跟你讲过 还是这个场合 我们要讲四样东西 我们要讲道謝 道爱 道歉 然后道别 虽然他的身体走了 他的真语都还在 我们都还可以和他道别 我们都还可以和他道歉 还可以和他道爱 还可以和他道謝 那我想他讲一些故事 是我多谢他的 其实 认真来讲 我不是很懂这个禁我 他不是大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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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松一点 而他由中国 来澳门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 但是后来我和他聊天 或者我和他那些旁边的人聊天 我就小小小他的故事 他是一个客家人 他是一个客家人 他是广东人 但是他不是我们附近的广东人 其实他的乡下是很远的 我们现在称之后 清远 差不多近到广西 头很远 我可能说错一点点 不要紧 他很小的时候 他很小的时候 爸爸就往生了 他很小的时候就往生了 就跟着妈妈 后来妈妈再结婚 他就来到我们澳门人 知道的叫做湾仔 湾仔就是澳门坐大船 望过去中国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叫做湾仔 现在你看过去高楼大厦就不得了 以前我小小的时候 看过去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些田 来年中有些人出去耕田 淋一下水 淋一下屎 就是这样的 但是湾仔住的人 他有个特别的 他是一个禁区来的 他们有通行证 他们可以过来澳门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的菜 他就搓船过来 在澳门可以买 甚至有些人捉了些蟹 就可以过来买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过这些东西 后来我和他聊天 他说 那个不是我 我小时候就和我妈 拿些菜过来买的 既如师傅在这个 讲课的时候 他用过一个字 叫做劫 劫 他也说过这个三界六道 他用这个五位句 其实这个五位句 是南传佛教的讲法 我们也看传佛教 我们也叫做五足乐势 其中一个劫 我们也叫做五欲 里面的劫欲 意思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受的苦 就是很多 争争斗斗 争拳 争食 人杀人 人食人 如果你这样看 彩岩 彩岩 同学 他是受过这个劫的 你想想 我小时候 在大陆的时候 有大跃进 我记得的 有大跃进 大饥荒 大饥荒 大家都记得 我们要拿东西 到大陆 拿到那些 难铜难铁 难衫 什么都拿 什么都没有 饿死人 他有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 经过很多很多事情 最后 他出到澳门 他出到澳门的时候 很穷 很穷 他有 我的弟夫 是他的大女儿 还有两个弟弟 三个 有丈夫 但是很穷 来到澳门 什么都没有 他是靠自己 双手 去 我记得曾经说过 现在我们经常说 人走水货 走水货是一个正当行业 只不过将一些物资 从这里搬去 物资赚一些水货 他当时就是做这些 和一个大儿子 做走水货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澳门 那些房子 是五层的 五层的 最高的那层是五楼 是没有电铁的 那他八几年 下来澳门的时候 我们开始建一些 比较高的大厦 开始有电铁 他瘦满满的 他很瘦的 竟然去做工人 帮人安电铁 厉不厉害 我真真正正 和他有沟通的时候 我就发觉这个人 不得了 就是有一天 有一次我回到澳门的时候 说起 喂 是时候拿回澳门身份证了 那我怎么拿呢 我又不在这里住 没有时间 昨天我说 我帮你拿 那在澳门 拿回的身份证 你不一定要在澳门出生的 总之你在澳门 生活过七年 你能够证明到澳门生活过七年 你就可以拿回澳门身份证 我爸爸妈妈 反而拿不到 因为没有人可以证明到他住过七年 虽然他天天在上班 没有人可以证明 我就可以 问题就是 我要由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 间间学校 甚至这个出生的医院 都可以拿证明 我出生的医院 后来你叫白马汉 后来变成难民营 现在还是一个韩国的领事馆 你怎样可以找回那个记录 我的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以前叫做银业小学 现在已经和第一间合并了 叫做银业教育 怎样找回这些 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 他没有接到这个任务 他就去帮你的 他的人就是这样的 除非他说不帮你 他帮你一定帮到底 帮到是通道走通道走通道走 最后还没有拿到个身份证 每年还有一万元收入 他就很好 他帮我把银行存好 他从来都没有叫我 船到这么多次 请我喝一顿茶 没有的 没有的 他做了就算了 后来也有一次有机会 他说 那边 他说 哪个哪个呢 有批葡萎茶 你喜欢喝葡萎茶 买点吧 好不好 我说 现在买什么时候才喝 他要等二十多年 我问我 有没有定期待 他说 有的可以等 那你和我买吧 我说 我没有钱给你的 我回来才付钱 行了行了行了 我先给你先 他给我买了四十盒 每一盒有六栋 每一栋有七饼 刚刚才是八百四十饼 这些茶 刚刚才过了二十年 如果每一饼是一百元 这个是八万四千 如果再过多几年 环境好些 随时买到三百元 他从来没有问我 拿点茶来喝一下 你的茶怎样好 那么多茶你怎样好 他没有的 他好像和我有个共鸣 那样 几个月前 他身体好不好了 好不好了 有一次我和他在电话谈 说起这批茶 他就担心了 喂 我们给了钱 人家没有 我说给了 是不是的 他说 他找回所有东西 他好像差一点 他说没有 我给了 他很担心欠人的 他只要有人欠他 他没有欠人的 这个就是你的妻子 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那我在电话里 我跟他说 这么好 其实呢 这些茶 我就已经和隔禹法师说了 这些银行的钱 现在有十万澳币 大约几万美元 我已经和隔禹法师说过 因为隔禹法师一早 他就已经想做一个医院 一个佛学院 一个由医人 由医心的地方 他也同时很有兴趣 回到我们中国的大湾区 在这儿见识一下 我说不如这样吧 师傅 我有一批茶和钱 我们做这个基金 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回到澳门做我们的大本营 在那儿发展 将你的学校和佛学院 这个医心 由医人的构师 分出来在澳门大湾区做 那我就将这个构师 说了给我银行 我很开心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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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功德是我银行的 我最后说一句就是 Como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 但是她是一个很典型的客家女人 她很受得苦的 她永远不会接受失败的 她永远是很劲力的 她永远是不会投诉的 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客家女人 她在这个混乱的时候 她真的受了很多苦的 但是最后她所有的精神 就是等了她的子女和她的孙子 她唯一做得不好的 我跟你说 就是她真的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在这里练习佛之后 我们要做运动 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因为她没有给到你的身体 你的孙子 你的儿子 你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你辜负了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念佛 我们今天会念十分钟 会念十分钟的佛 很多朋友 他不太明白这个念佛的意义 因为她将这个念佛 和我们平时民间信仰的南无 搞不清 我们念这个佛号 这个阿弥陀 这个是一个咒语来的 或者我们叫做真言 这个是佛陀的说话 凡是佛陀的说话 我们叫做真言 佛陀将这个法门带给我们 它带给我们的叫做阿弥陀 阿弥陀是中文 它代表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中文译过来 叫做无量光 阿弥陀佛译过来 叫做无量寿 英文的就是 我们叫做 immeasurable time 和immeasurable space 其实她说的就是 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我们能够离开 这个三界六道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阿弥陀 所以阿弥陀是代表 尼苦得乐 我们不是求阿弥陀 给某一样东西 只不过我们是用阿弥陀的功德 能够将自己尼苦得乐 能够将这个信号送给我琴舞 让她都可以离苦得乐 她现在已经离开身体的苦 我们希望她保持着这个稳定 离开她心里面的苦 我们做后代的也不可以太伤心 你太伤心 在这个时候她是听到的 她会更加苦的 在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这个正能量 这个正能量就是四无良心 慈悲喜舍 好 我们现在开始念 在外面的朋友 如果你是 或者 琴舞的家人 如果你是未和我们一起念佛的 我要解释给你听 这个念佛的法门 它是台湾 这个是妙年佬和尚的法门 它叫做六道彌陀 彌陀就是阿弥陀 六道就是我们叫做六道万下 六道波罗蜜 这六道波罗蜜 前五句我们是出声 后一句是不出声的 所以你会见到我说五句就停一句 说五句就停一句 我们先念佛 然后我再解释给你听这个念佛 这个法门的功德 好 现在我们从这个身体开始 把这个坐姿坐好 你坐椅子的 注意力等在脚板底 踩实脚地下 感受一下脚底下 脚板底要等在膝头底下 不要等前面又不要等后面 你坐坐姿的 如果你的大腿碰不到坐姿的 你把脚底下放好 把脚底下放好 不要把脚掉起 然后把注意力等在手上 放松手 放松手指 放松手腕 放松手肘 把手放在膝头 或者大腿 然后注意力等在尾龙骨 感受一下尾龙骨 把盘骨向前 身体向后 感受到尾龙骨左右的压力 现在把注意力由尾龙骨一路上 上到头壳顶 上的时候 把身体拉直 好像观音菩萨 握住头壳顶的头发 吊起背脚 吊到尾龙骨 现在放松一点 现在把注意力等在肩头 打开肩头 这两个月位向前 然后放松 再放松 放松再放松 好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等在颈后面 感受一下这条颈的后面 我这个头 现在向前 有很多压力在颈上 我们慢慢把额头向后 向后的时候 耳朵就在肩头上 在肩头上 现在把注意力等在下巴 将下巴稍微收缩 收缩少少的时候 头壳顶就向着天 头壳顶也都在脊椎上 我们这个叫做一柱晴天 现在把注意力等在额头 放松 放松它 我们现在想给 这个 这个 彩颜同学的讯号 就是 蛇 在这个时候 他要做的就是蛇 放开 现在是 他今世的恩怨 放开了之后 他就可以去肛领的地方 这个蛇 就由这个额头开始 我们放松了额头 将所有的烦恼放松它 将它助力等在眼眉和眼眉之间 放松它 将它助力等在眼皮 放松它 放松它的时候 我们看到自己的眼睫毛 看到外面的肛 看到手 看到膝头 更加看到这个眼皮 他说 污魂 很多 污魂也好 一条黑线也好 很多 骯髒骯髒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的烦恼 是我们的側着 是我们的妄想 但是 在这个烦恼后面 你会看到光 那个光 就是观音菩萨的光 彩颜女士 你继续跟着这个光 所有东西 和你都无缘了 你跟着这个光就可以了 你跟着这个光一步一步走 你对观音菩萨要有信心 你在这个时候 你要把你所有的恶念放低 培养所有的善念 这里我们就叫做四静勤 四静断 我们叫做精进 然后你把注力 等在这个光也行 你待会我们念佛的时候 你等在这个佛号也行 这个我们叫做念 亦念 亦念 然后你在这里一个一个念 念完一个又一个 你开始得到定 得到定你就见到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伸一手出来 就是心经最后的咒语 Kate Kate Bala Kate Bala Sam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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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彼岸 和此岸 你站在我们烦恼的岸 观世音菩萨在清静的岸 观世音菩萨伸一手出来 但是你要自己行的 Bala Sam Kate 三就是自己的意思 我们叫做三秒三菩提 就是这个三 你一定要伸一手出来 伸一手出来 伸一手出来 观音菩萨握着你的手 你继续向着这个光明去行 你就会得到智慧 这个就是 继于法师说的出世的五根 出世的五根是由这个信 然后到这个勤 接着到这个念 接着到这个定 接着到这个遗 好 我们现在开始念佛 念十分钟 大家专心 逐个字逐个念 心走了去 又回来这个圣号 回来这个佛号 我们现在开始 一句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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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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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 않 News luego 你看我来说 来疼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彌陀佛 周邊的朋友 這個彩岩的同學的家人 我們通常中文人念佛 他是對念佛有個錯解的 他以為我們念佛是拜神 求神拜佛 以為我們念幾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會接我們 阿彌陀佛就會幫我們 其實真意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這裡練了十分鐘的阿彌陀佛 真正的對象不是彩岩師兄 真正的對象是我們自己 我們在這裡練了十分鐘的阿彌陀佛 他是為了清靜我們的心 因為如果這個心亂 你念十個鐘頭阿彌陀佛 都沒有什麼作用的 但是如果你的心靜的時候 就好像太陽被黑暈蓋住 你把這些黑暈撥開 這些黑暈就是你的煩惱 當你在這十分鐘裡 你能夠所有的註力等在佛號裡 的時候 你這些煩惱就會擀開了 這個是一個靜座來的 一個禪定的方法來的 當你這個黑暈推開的時候 這個太陽就出來了 這個真語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佛不是在佛像裡 佛像只不過是一個方便 真正的佛是你的心 佛就是你的真語 所以我們的如來的如就是這個意思 當你有這個佛在這個心裡 那裡面佛的心就是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就會出來 他自然就會幫到彩岩南奉學的 你不用去的 這個就是你幫他的渠道 就是把你自己的煩惱撥開 剛才我說 我很有這個習慣 送一部心經給一個 這個往生的人 或者就快往生的人 我就會告訴他 這個心經是你見觀音菩薩的見面禮 但是你見觀音菩薩 你都要拿著成績表 你無論是升班、臨班 你都要把你成績表 講一下你今世裡面 造成怎樣才行 有進步、有退步 有好、有不好 就算聖人都有做了不好的事情 所以 既如法師在這兩天裡面講經 他講到蠶和悔 蠶就是蠶鬼 哎呀做錯事 真是好不好意思 真是臉都沒有 臉顏都沒有 這個悔就是悔過 好了 下次做得好 下次做得好 中國同學 如果你現在在我們身邊 你看一看這個成績表 究竟你在這個世界裡面 做得有多好呢 有沒有做到不足呢 這個成績表 就是正先我念 這個六道 魅陀的法門 師父講過這個六道波羅蜜 就好像你走過一條路的腳印那樣 那在這個 袁老和尚他念這個六道 魅陀的時候 他第一句 是講的就是六道波羅蜜 第一個波羅蜜 叫做布施 布施後面就是這個感恩心 那我們看我們自己的成績表 就要看一下 我的感恩心做得好不好呢 我沒有感恩心 我怎樣做布施 做了都是假的 不是說經過一個箱 扔一元下去那些叫布施 你是用心 用感恩心出來做的 有感恩心 你就有包容心 有包容心 你就有分享心 是那個心你去做布施 這個是成績表的第一項 檢查一下自己 做得不好的 你就有懺悔了 第二句 這個 我用了和尚的話 他說你要等在第二個波羅蜜 第二個波羅蜜 我們叫做 慈戒 正先我跟你說五戒 對了 你有沒有殺 你有沒有淫 你有沒有偷 你有沒有說謊 或者說一些說話 騙人 你有沒有吃藥物 大麻之類 有的你就要懺悔了 因為這個戒 他不是只是人做不做的問題 他說的是 你對佛陀的尊敬心 你對佛陀有尊敬心的時候 佛陀臨走的時候 他說以戒為師 就是我不在這裏 師父不在這裏 你就要用戒來做你的師 所以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慈戒後面 一定要有這個尊敬心 第三個波羅蜜 第三句 他說的是 這個 我們叫做 忍辱 忍辱的意思 就是 人家說一些好聽的東西 你不要入了那個腦 別人說一些不好聽的東西 你不要入了那個心 這個是忍辱 就算人家對你多不好 你都要用 看人家的好處 做事 做一些好事 別人做得不好 就算了 包容他 一樣是 報師給他 一樣是給他刺心 在這裏 這個忍辱 他背後就是我們的慈悲心 那你救星做得好不好呢 有沒有進步的空間呢 第四句 我們講的是 這個 第四句就是這個 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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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就很簡單 精進 我們就叫做 不退轉 做事 要麼不做 要麼做就做好些 不要退步 至少都做上一次那麼好 這個叫精進 精進的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叫做菩提心 你是不是立了個大願 要成佛 是不是立了大願 要去阿彌陀佛道呢 第五句 第五句 我們就是講這個 這個 這個 善定 善定就是講我們的清淨 在這個善定裏面 善定之前 就叫做念 念之前 就叫做 精進 精進之前 就是叫這個 信 善定 我們就 一路才做到這個善定 有很多功夫 那你有沒有做到呢 沒有做到 下世就要做好些 最後那句 不出聲那句 就叫做智慧 這個阿彌陀佛的智慧 就是這個 無量 剛 無量佛 是無上的 這個 這個時間 和剛音 我們就叫做上 我們叫做四上 人上 我上 終生上 這個 仇者上 這個叫做四上 你能夠離開四上 這個就叫做智慧 所以這個 玉琳佑和尚 他在這句 叫我們自己 反省自己 大家 無論是這個 采蘭師兄也好 我們大家都好 你能夠在這裏 和我們一起念佛 雖然你不在我們這個空間 但是我 我知道你是聽到我們的 你在這個時候 你是一個小神通的 你可以聽到我們的 可以感受到我們的 在這個時候 你要有一個 信心 就是你能夠念到 這個六道彌陀的意思 就是你和 妙年老和尚有緣 妙年老和尚 是一個古佛 他不但只是一個 很出眾的出家人 他是一個古佛 他曾經立過四十九大縣 除了這個 阿彌陀佛的四十八縣之外 他立了一個很重要的縣 他說 凡是和我有緣 無論他是見過我的 聽過我的 聽過我的法 聽過我的名字 讀過我的六道彌陀的法門 你的縣 和我結過這個縣 我就一定會回來 道你的 我今世道理不懂 我下世道理 我今世道理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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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使者道理 所以 你現在 把你的注意 等起這個缸 跟著觀音菩薩 你信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 就是妙年老和尚 信者中的信者 你跟著他 伸你的手出來 拖著你的手 慢慢走過去 觀音菩薩 會帶你去 他認為你應該去的地方 你信他 如果他認為 你就是時候去淨土 你就去到淨土 如果他認為 你還有一些責任 未做好的 可能他會帶你回來 帶你回來 其實未必見到我們 但是不要緊 你相信觀音菩薩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就算是去不到淨土 如果你的老和尚 都會幫 下次幫你的 你一定要有這個信心 採人仙的家人 無論是女兒 是兒子 是孫 是丈夫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你是很悲哀 你是很想見多媽媽 婆婆一面 你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 你就用功 因為如果 彩岩師兄 去了淨土的時候 你唯一可以再見他的 就是你都去淨土 你不用功 你就不去到 如果我觀音菩薩 認為 彩岩師兄 還未是時候去淨土 他在這個 陳世裡面 還有責任 他要回來 一樣 好像他今世 做一個這麼好的媽媽 這麼好的婆婆 那你想再見到他的時候 你就要有些資源 就是可以儲夠錢 那你就要修行 我在這裡 我想做一個 痴心觀 痴就是愛 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愛 不是一個小愛 不是只是愛婆婆 愛媽媽的愛 這個是觀音菩薩的大愛 大愛的意思就是 無緣 無緣大慈 無論是跟我們有緣無緣的 我們都要比較愛他 甚至跟我們有惡緣的 我們都要比較愛他 為什麼這麼重要 在這裡 把愛心出來 給十方奉生 而不是直接給彩岩師兄呢 因為他在這條路上面 他有七十歲九日 今天是第一天 在這條路上面 他可能一天 可能兩天 可能三天 他就會見到如來 可能他去到四十九天 但是他一定會 在這四十九天裡 離開我們 在這裡裡有很多障礙 有很多障礙 不是說好人 就得好報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負能量 佛陀 都有障礙 原裝法師 都有障礙 最後都是靠這個 《聖經》才能幫到他 過到沙漠 無論你是聖人 是賢人 是一個凡夫 有很多障礙 尤其是在這個過程 《七十四九》裡面 有很多障礙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念這個慈心觀 將我們的愛心 給十方眾生 將這些憤怒的心 這些負面的情緒 的能量 減低它 你能夠減低它 蔡英元師兄 就走得舒服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做這個慈心 這個慈心觀 我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可能採眼師兄的家人 未聽過 或者在外面 現在跟我們 隨喜的朋友 未聽過 這個慈心咒 它是很特別的 它全本都是很短的 但是也很長的 在這裡 不是有一次過 唸出來 有一次 有一個出家人 是繼月法師 這個故事我講過 你再聽也不要緊 就在我家裡掛蛋 是繼月師父的師弟 他住了三天兩天 他沒有東西給我 我又沒有東西要 他就想寫兩個字給我 他的字很值錢 我說這些叫墨寶 本來沒有一物 就算你每一字值十萬元都有限 我要的不是墨寶 我要的是法寶 這位出家人 就把這個慈心咒 簡簡單單寫了四句 譯為中文 譯為英文 就傳給我 這個慈心咒 它的故事是怎樣的呢 它的故事就是佛陀的 有一天去到一個城市 有些出家人 那些出家人 不見到佛陀來 很開心 快快追追 走到佛陀面前 禮拜佛陀 就要佛陀教他們四念珠 佛陀教了他們四念珠的法門之後 佛陀就離開了 這班出家人 他們有這個精進 馬上很勤力 快快追追 我們整班人就走到森林裡面 有人坐下一棵樹 在這裡禪修 在這裡修佛陀的四念珠 修這個三法印 這個三法印我們叫做 諸幸無常 我們的諸法無我 列盤直正 有機會你們可以研究一下這三件事 誰知道這個森林裡面有樹神 凡是一棵樹高的人 就有樹神 你不要這樣砍 那些樹 有樹神 山有山神 樹有樹神 水有水神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 不是說你看不到就當沒有 那這些樹神在上面 他看到那些出家人來的時候 他說 咦 我們不可以在這裡 我們在這些出家人 在這些佛陀的弟子 頭上不尊敬 他就說 不如離開一點 離開一點 他就走了去了 走了去 這群出家人就在樹底下修行 他就想著 最多你幾個小時 最多你一天 最多你兩天 一天過了 兩天過了 三天過了 四天過了 整個星期過了 他都不走 那這群樹神 死了 我們沒有樹 我們住在哪裡 睡地下很辛苦 地有地神 我不可以這樣住別人的地方 那沒辦法了 他說 我們盡了我們這個人情 我們不如晚上走出來 扮鬼扮馬 嚇走他們 不是 吃都沒有好吃的 晚上走出來了 那些黑鬼走 那群出家人 嘩 什麼事 鬥他們不過 那就離開 走 走走走走 走回去佛陀 就問佛陀 嘩 我們居日居日 這樣這樣這樣 現在反正這樣 佛陀 這些修行人 只是想著自己的修行 你有沒有想到那些眾生的 即是好像現在 蔡岩師兄往生了 他當然是我們的眾生 我們希望在這個過半小時 盡我們的能力 做一些事給他 讓他走到光明 但是 我們有沒有想到另外的眾生 是不是只是想著婆婆 想著媽媽就可以了 佛陀說 你們修行人 最重要是想著眾生 所以我們說 眾生無邊 誓願斷 這是第一句說話 他說 你不可以 產生這些煩惱給眾生 你要把你的愛心送給這些眾生 那時候 這個地方就清淨 清淨的時候 你才能做到你的事 你做你的事就方便很多了 他就把這個慈心咒 教了這群出街人 出街人回去坐下 用這個慈心咒 灑淨這個道場 這群樹神很開心 然後就得到這個法語 那些法好像那些雨 那樣下下來 哇 很開心 那我就立刻 讓別的地方 出街人修行 所以我們在這裏 憶念 彩難師兄 和他道別 和他道謝 和他道歉 和他道愛 我們都要想一下眾生 那些眾生得到我們的愛 得到我們的慈 得到我們的悲 他對彩岩師兄的障礙就少很多了 那彩岩師兄在這七十四十九日裡面走得很舒服了 好 我們開始念這個慈心觀 但是念這個慈心觀之前 我們要搭到橋的 這道橋 好像有四塊石一樣 第一塊石 是感恩 我們在未感恩 彩難師兄之前 我們要感恩自己 慢慢開始 所有東西都在自己開始 我們感恩 有這個身體 感恩 有我們的健康 感恩 感恩 有我們的父母 感恩 有我們的伴侶 感恩 有我們的子女和孫 感恩 我們有個朋友 尤其是和我們有忽怨的朋友 尤其是和我們有忽怨的朋友 感恩 我們這班同修 感恩這個社會 對我們隔離輪舍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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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 保護我們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裏 感恩 那些醫務人員 感恩 那些做物流的 可以把糧食 運到給我們 在幾艱難裏面 我們都沒有人餓死 我們感恩了這些 對我們有善緣的 我們就要感恩 和我們有惡緣 你有沒有搞錯 和我們有惡緣的 這些要感恩 在一個修行人來說 其實這些和我們有惡緣的眾生 他們是我們的菩薩來的 他給我們一些煩惱 讓我們有機會 把這些煩惱 變成菩提 當這些煩惱來到我們身體的時候 來到我們的感官的時候 我們可以慢慢感受它 接受它 放開它 最後我們要感恩 采顏師兄 他曾經和我們一起在這裡 修行過的 我們很懷念他 做兒子的要感恩媽媽 做女兒的要感恩媽媽 做孫子的要感恩婆婆和媽媽 做丈夫的要感恩妻子 感恩他在這個世界上的努力 我相信大家都喝過 采顏師兄煲他的湯 但是你猜他自己喝過多少口呢 這些是我們中國人做媽媽一輩 上神做的事 我們值這個機會感恩我們自己的媽媽 尤其是已經往生了她媽媽 尤其是已經往生了她媽媽 我們感恩願 我們繼續搭這道橋 第二叫石就是包容 我們都由自己的身包容 我們包容一下自己 我們從這個慘開始到悔 慚愧 我經常想起我爸爸 我很慚愧 不是說做得不好 而是做得不夠 但是沒有辦法 我修行是這麼多 有慘就有悔 我只可以繼續努力 但是最後我也要包容自己 你自己的 盡了你能力就行了 做子女的盡了你能力就行了 我們不是經常都可以有這麼好機會 在爸爸媽媽身邊的 某種某種原因 過課新娘就不用說了 離開媽媽 這些是現實來的 你要接受她 你接受了她 你就包容自己 你已經做到你最好的了 起碼你在她在生之前 和她結到一個怨 而是一個生怨 而不是一個死怨 包容了之後 你就要分享 和媽媽繼續分享 你自己心裡的開心的事 不要和她分享一些不開心的事 你保持自正能量 凡是想到媽媽的時候 你就想她一些好的事 開心的事 好像現在我想著我爸爸 我也是想她開心的時候 不開心的時候 你放開她 這個是修行的四正團 放開她 只是想一些好的事 想一些好的事 和媽媽分享 和所有人分享 最後就是結緣了 媽媽已經離開了 你唯一還可以和她結緣的 就是結佛緣了 結了的佛緣 這個佛緣就是屬世的了 如果你只是和媽媽有血緣的 你很難再見回她 你做得不好的 沒有得補償 你和媽媽結佛緣 我們做好這四件事了 我們就開始念這個磁心咒 我用中文 然後用英文 再用巴黎文 我們大家坐好 由腳開始到手 到背部 到肩膀 到肩膀 到額頭 到下巴 然後我們把助力等在手心 心去到手心了 你才慢慢帶手上來 當你帶手上來的時候 十隻手指碰住 手心碰住 等在前面的時候 等得有力點 這個手印 是代表我們對所有佛菩薩的尊敬 的謙卑 和感恩 我們可以希望感動到佛菩薩 給采顏師兄的加持 繼續給他能夠向著光明的地方前進 願所有眾生能遠離一切敵意 一切負能量 願所有眾生能遠離一切心理的痛苦 願所有眾生能遠離一切 有形或者無形的身體的痛苦 願所有眾生能保持正能量 得到身心的安穩 May all beings be free from animosity and negative energy May all beings be free from mental suffering May all beings be free from physical suffering whether form or formless May all beings be full of joy and protected with positive energy 我尊敬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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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说一段话 是陈芯师兄等上网的 我觉得这句话是代表了我们所有同学 对你这个彩岩师兄的祝福 陈芯他说 他说感恩你太彩岩同学 以往有机会和我们一起上课 我们很珍惜这个恩怨 我们希望李太能够将所有的世缘 这个逐世的缘放下 心无挂爱 这个是心经那句 随着善缘 能够去到光明之处 我觉得这个是代表我们所有学员 对我琴舞对彩岩师兄的祝福 希望他在七七十十十九日的时候 能够放下一切 他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 有女儿有儿子有媳妇有女婿有女婿有孙 每个人都有成就 每个都读大学了 他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 是时候跟着观音菩萨 放下这些陈世的缘 向光明了 做他女儿 做他儿子 做他的孙子 你都要记住了 在这个时候 你们都要放开了 你在这个时候 不是说叫你不要哭 而是如果你跌了一个心坑 你太多悲哀的时候 你的妈妈 你的婆婆 你的妈妈 他可能还会听到的 虽然他的眼耳口鼻伸 已经不可以接触到 这个色星香味足 但是他的真欲都还在 是不生不裂 不救不情不憎不减的 他不是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还可以听到你们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 叫他回来 你们要放开 这个是你们做子女的 你应该做的事 你有得选择 当然是希望他在你身边当日 但是我们没有得选择 你唯一的选择 就是帮他走去光明的地方 记住了 和妈妈 和婆婆 和妈妈 结过善缘 结过清静的佛缘 是时候要努力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了时间 好 我们现在请陈老师 带我们再重新念一部 修心经 送给彩岩同学 做这个 见到观世音菩萨的见面礼 然后再请陈老师 带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功德 回向给十方众生 回向给彩岩师兄 请陈老师 波也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心波也波罗密多事 照见五蕴皆空 道一切苦喉 舍利子 色不知空 空不以色 色即时空 空即时色 受想行色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上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增不减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色 无眼耳被舍心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命 亦无无命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虎杂灭道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普提撒多 以波也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跌破 三世之佛 以波也波罗密多 故 得波纽多罗 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也波罗密多 师大神咒 师大明咒 师母上咒 师母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去 故说 波也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业 揭帝 揭帝 波罗揭帝 波罗 曾揭帝 菩提撒婆佛 南海 阿弥陀佛 齐老师 在我们未回向之前 我想请你代表我们的学会 我们的正念学会 说几句说话 尤其是说给 在镜前的年轻朋友 和在外面看着的家人 请陈老师 我今天是带着一种 我不敢说沉重 也带着一种怀念的心情 因为怀念彩颜师兄 他是过去曾经跟我们做过一期的同学 我相信他是由金刚经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金刚经原本 他都是跟我们做同学的 所以这一段时期大概是都有一年的时间 那后来呢 之后 我每次上课 但是我在这个短信那里曾经见过 他写过 他说现在上课是没有时间 因为他跟他的女儿是要有一段时期 要做一样事情 那当时呢 他大概都是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个意思好像就是这样 那当时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事 以为他是恐慌 不知道他身体是不舒服 不过一直都是 我内内都是好像跟他有缘那样 内内的心都是有点怀念他 那直到前几个月呢 就听到他身体不好 遇到癌症 那我们 内心是听到 但是那个心都是很怀念他 但是照最后 前那天 就昨天听到Danny Seng 说 他已经是病重了 那我听到呢 内心是极其之难过 虽然是跟他相处 一段时间是 只是时事在网上见面 可能还未曾有亲身来见过他的 但是 但是我内心呢 都是好像跟他很亲切那样 所以呢 今天 他虽然说是跟我做同学 但是我在我的心眼之中呢 是觉得他好像跟我的家人一样 是非常之亲切 因此呢 因此呢 今天 我觉得Danny Seng 是说他的履历 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很了不起的人 是一位非常之 言良熟德的妈妈 是一位很慈爱的祖母 所以我在这里对他更加深入一个很尊敬的心 至于这个佛法这方面呢 刚才Danny Seng 已经是详细解释过 已经是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 我也不敢再讲多几句 已经是讲过不需要再重复了 但是现在我所要讲的呢 就是将Danny Seng 所讲的佛法苗里 所清念的佛陀圣号 所念的慈心咒 这些的功德 不仅是采颜师兄得到利益 十方众生得到利益 甚至到现在我们大家齐集在这儿 在门网上的朋友 或者我们现在在网上 大家见面的同学 都得到法益 我也希望以这种的法益 这种的功德 这种功德属于无留的功勢 是带我们除烦恼 了生死带我们出来 这是五族恶势痛苦的法益 所以愿将这种法益 是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愿众生同修十善 同众善根 同除烦恼 令到世界得到安静 大家来附得乐 更远的 因为今天 彩岩师兄有远行 由于这个 我们大家也都是内心 智诚清念佛菩萨的圣号 愿佛菩萨的慈悲 起捨这种的力量 加上我们智诚念佛的心意 宋彩岩师兄一切 愿他能够离苦得恶 愿他借着这个功德佛菩萨的力量 得生极乐 稳步上年台 建佛文法 得正无生 除烦恼 得安乐 这些就是我们自成回向 愿他无论他是得生极乐 或者是好似Danny师兄说 或者还有事情未完 要再来这个世界 都愿他如果是在来世界的 得生正顺之家 能够早早得到修学佛法 能够将来是修学佛法 得正得为以无外的语言 弘扬佛法 这些是说他 如果假设他是再生为人导的 再生为人的 就是得到这种样的 遇到佛法曾三宝 弘扬佛陀的正法 如果他是得到生极乐的 就是上品上生 建佛文法 这样永远离苦多乐 这些就是我的内心致诚祝福 也都是代表我们这个群组 大家同学的致诚祝福 最后也都愿一切众生 皆得安乐 这些就是我们自成所心念的 愿他除烦恼 离障碍 放下一切 得到无量无边的 就是法乐 阿弥陀佛 这些就是我的心愿 是这样的 多谢 请大家致诚合掌 以感恩心 恭敬心 慈悲心 读众梅香吉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正土 相报四重恩 下祭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识法菩提心 正此一步生 同生乐国 阿弥陀佛 多谢 Danny 师兄 感恩 再祝福 采崖师兄 得生善全